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說沒想 最近這部台灣影集《模仿範》 引起了廣大的關注還有討論 這劇本雖然是改編日本同名小說 不過劇主在情節的改編部分 和台灣做了不少的連結 比方說整部戲劇的時空背景 就是設定在90年代的台灣社會 而那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黑暗的一個年代 許多重大的刑案甚至不扯 而那個年代也是衛星電視剛剛開放的年代 從原本只有的無線三台 走向了有線電視百家爭鳴 為了搶弱收視率 在過去電視新聞中規中矩的框架被打破了 現場直播可以開放call in 觀眾可以直接打電話進到電視台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還有特別是SNG車的加入 更是臨時差的 將最新的現場畫面一刀未剪的 送進了家家戶戶的電視機 不過這個時候如果在電視上面 突然出現的是一個殺人犯的聲音 你電視台究竟是播還是不播呢 而事實上這樣的戲劇情節 其實在90年代的台灣社會 是真實發生過的 不時出現的詭譎口哨聲 因冷色調的畫面氛圍 清晨在公園六狗的民眾發現一隻斷掌 揭開懸疑推理台劇模仿犯的序幕 我們於本月初發現了一個 裝有女性斷掌的禮盒 這是我的名片 我叫郭小琪 吳康仁飾演的鋼鎮不額正義檢察官 帶著專案小組 不放過任何線索棄胸 但連死者身份都還沒查到 馬上又有另一名被害人出現 宮廟主委螞蟻男的孫女秦怡君 突然忍見蒸發 連續殺人愛的消息 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關注 各家媒體不間斷報導 案情最新發展 嫌犯似乎也看準媒體這股力量 竟然錄製錄影帶 大膽寄給電視台 最近當時你本台最新收到 雷卷錄影帶 病人聞風臟感的連續殺人犯 兇手鬧武衝擊 一本最新影響 最新犯罪預告 本才為您幾家掌握 郭小琪馬上就要播出了 立刻插播 這樣播會不會出死啊 立刻播 你咬完先把你咬到 4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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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街頭放鬆 期待吧 遊戲就要開始而已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但是你們把他們 明明是罪犯 卻把電視台當舞台 大言不慘 嘲諷監警 兇手利用媒體把我們都引過來 他在玩我 這個兇手 根本就是把殺人這件事 當成殺的創作 兇手真是希望你這麼想 檢警怎麼可能干涉 我們電視台內部作業 我想他們會做 指名警官上節目的 不愛有先切的辦法 這樣就知道 可是我們不做 其他電視台也會做 對 現在狀況發生了 我們要是做的話 收視率你往上飆 為了搶快 搶獨家收視率 0秒差和觀眾 直接互動的直播播出 直到這通電話 讓媒體角色開始變掉 歡迎最前線 現在讓我們接聽 第一位觀眾朋友的來電 你好 你已經在線上了 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怎麼樣 我給你們製造很多樂趣吧 上次來的那位檢察官 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你到底可是追蹤完了沒 你不是說要抓我 你不是說 玩完了沒 模仿犯劇情設定在台灣90年代 看到嫌犯扣印進電視台 侃侃而談的這段 很有即事感 如果說從斷掌案開始 這一連串的事件都是你做的 請問你的訴求是什麼 你真的想知道 因為我比你還有你親愛的性命罪 更關心社會 更關心家屬 幾乎跟1997年 白小燕邦架案 沉浸心和電視台主播對談 如出一策 您現在身上還有多少的武器 方便告訴我們嗎 武器喔 是 現在 武器可以講喔 你告訴我 我看不要講好了啦 保持一點神秘好了啦 好不好 反正我死了 你們就曉得了嗎 這個劇它能夠紅 我一點都不意外 從戲劇的角度 從娛樂的角度 它的確後人心情會不會 我也希望他們票房非常好 但就類似我跟陳迪金 電話寶這個事件 我衷心的希望 不要再發生了 因為它是太多的 這個社會不安的代價 人命的代價 那麼所發生的一個 社會的這個事件 到現在為止 我看到白冰冰女士的時候 坦白講我也是這個身為人夫 我看到冰冰姐的時候 我都覺得她非常的勇敢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人 我不希望類似的 這個事情再發生 加入台灣啟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劇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好 這強烈的既視感 讓人想起了 發生在1997年的白小燕命案 當年新聞主播戴忠仁 他在南非武功官邸的 強勢事件當中 他扣澳專訪了陳進興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特別專訪了代中人主播 他告訴我們 當年電視台 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接上了這通電話 而在他和陳進興 長達兩個小時 又40分鐘的對話過程當中 作為一個專業的新聞主播 他究竟如何在 顧及人質安全的最高原則之下 和歹徒來進行對話 要穩定歹徒的情緒 甚至幫助檢警 取得有用的訊息 而且不會成為歹徒利用的工具呢 另外還有一個人 他則是和陳進興 面對面的溝通 他就是當年台北市行大 的大隊長侯友宜 他一個人 沒有攜帶任何的槍械 他就這樣走進了關底 很多人以為 那是因為侯友宜 他的名氣大 所以陳進興 故意點名他進去談判 不過侯友宜在接受 我們專訪的時候 他強調 陳進興他沒有點名任何人 那是他個人的決定 如果侯友宜那時候不進去 那麼人質恐怕就要死掉了 這些專訪的內容 在今天晚上的節目當中 我們都會完整的播出 首先我們先來回顧 這起發生在1997年 對台灣社會造成極大衝擊的 白小燕命案 當年為了抓到這三個人 可以說是動員了全台灣的警力 從南到北 大舉的收山 任何大小的公寮鐵笛屋 通通不放過 但是還是一無所獲 不但人沒抓到 還讓陳進興不斷的闖進了民宅 去信心婦女 搞得人心惶惶的 誰都擔心哪一天陳進興 會不會突然闖進了自己的房子 讓自己成為下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這三個人到處的逃竄 到處的犯案 就是抓不到 民怨沸騰受不了了 大家走上了街頭 用雷射光在總統府上打上了 認錯這兩個字 而當年內政部長林峰正 還有警政署長姚高橋 為此下台負責 我就在姚高橋下台的四天之後 8月19號這一天 這三個人也是出現在 台北市的武昌街 警方萬萬沒有想到 這白岸三千竟然就躲在台北市裡頭 這顯示什麼 這顯示過去幾個月 發動的大批警力 從南到北的大舉收山 根本搞錯了方向 原來這三個人非常清楚 如果他們躲在山裡頭 目標反而明顯 而且沒得吃沒得喝 他根本逃不了多久的 相反的 如果你藏在都市裡頭 茫茫人海 反正不會被發現 不過最終還是要想辦法 偷渡出境 但是他們找了很多的管道 就是沒有人敢接這筆生意 所以一脫脫了好幾個月 終於有個船老大 開出了一個人一百萬的價碼 談妥了 雙方就在1997年8月19號的這一天 約在台北市武昌街的這處工地 要見面交錢 但如果不是有民眾報案 這三個人恐怕就讓他們脫度出境了 繼續我們就要來看 這是台灣治安史上第一場 進行現場實況直播的圍捕行動 白岸三嫌的那種當時在整個社會的那種緊張跟壓力之下 其實可能要逮捕的那種訊息一出來 所有的警察部隊的整個力量往那邊集中是必然 要逮白岸三嫌就差一步 林春生在槍戰中身亡 同案的高天明警方研判應該就躲在這連共的公寓裡頭 但是這一整排的公寓住宅 要找人談何容易 你就已經看到上百年的警察在那邊 是亂想的 任何一條小巷子小路 武昌街上面的所有的房子 每一棟樓大家都要上去去 逐一清場 不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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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到前面 靠邊靠邊支援到前面 一整排的公寓逃生通道 從地面到頂樓四通八達 高天明就像在水泥叢林裡隱形了 包括了中山大同分局刑事局市行大跟特勤隊 總共八百多名的警力進駐要圍布 當時保育總隊出了一個隊 叫做福安部隊 拿著MP5的那種衝鋒槍 整排這樣子 然後整個戴面具 然後前部就這樣這樣 到處形狀 到處形狀 那個畫面震撼了 可以講什麼震撼了台灣 停車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心 這個號稱台灣史上場面最大的圍捕行動 封鎖線裡的每一個人都身處險境 但這場面最大卻也讓警方最為頭痛 仔細看畫面中 圓景拿著盾牌排成一列 抬起頭左邊看看右邊瞧瞧 對他們來說 每一扇窗戶的後面都可能躲著歹徒 大家都像驚弓之鳥 但最讓人憂心的還不止如此 鏡頭到後面去了 鏡頭到後面去了 第一個 根本都還來不及 實施所謂的現場 整個掌控跟風水就已經開啟 那加上群狀 因為是在白天 日常作息時間 微觀的人 好奇 不管是在家裡看 在路上看 或是往這邊集中看 那個變數又太多 但是我們媒體 也很快的集中 拿了很多盾牌的或是警察 多的 跟他們後面 就是逐一的搜索區 就是跟著他們屁股後面走的地方 我們自己 自己家的採訪的記者 幾乎就全部都出動了 所有的人力都撒到這一塊 各家演員一樣 你就看到 滿滿的記者 滿滿的警察 警察也不知道 怎麼去拉風什麼 無法拉 範圍太大 你要拉哪裡 媒體的採訪 讓當時任職台北市行大大隊長的侯友宜 都罕見的動怒 當時的媒體參與的那種 比較毫無秩序 都是趕到現場 警察還沒到 我們已經先到了 資深媒體人林潮鑫 20年前那一場圍捕 他也在現場 他口中的毫無秩序是怎麼樣 透過之前的鏡頭 我們再帶您來看過一次 警方小心翼翼拿著盾牌 緩緩前進 但封鎖線內卻出現一道閃光 仔細看 原來在角落躲著一群記者 拿著相機正在搶牌畫面 再換個角度 微捕瞬間碰的一聲 這個時候畫面左邊 一對記者彎著腰驚恐的往外逃 警方有頭盔防彈背心 這些記者只有身上的機器 跟手上的麥克風 再來看這個枝高點的畫面 女記者彎著腰沿著車旁往前緩緩移動 沒有頭盔沒有背心 若是這鏡頭是歹徒槍支的瞄準器 女記者已經深陷險境 你叫我退我往後退 但是前面十幾個都還在前面 畫面 就不在我的展覽上 就不在我的展覽上 還是有 緊張 有一點 怕 你想不到怎麼拍到 我要賭 哪邊會有槍出 哪邊會開槍 誰都暈 誰都想 那個時候是不知道有沒有 但事後從整個畫面去看 你會發現非常的危險 他丟出一枚手機彈的時候 是不曉得要死都 那如果一旦開啟這種槍戰的話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個 不可控的問題 那是因為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的槍 每一個警察都一把槍 在開的過程中間 我們人與人會交錯 後面會打到前面 會緊張 如果他都有開槍的槍戰的話 你會打多少子彈 那會有多少人會中彈 我不知道 對啊 子彈不長臉 也是因為五常街的事件 結束之後 所有的媒體都去買房東 看熱鬧的 圍觀的 歹人的 採訪的通通過在一起 目標又行蹤未明 免得這麼多不可控的變數 作戰策略要怎麼擬定 一間一間一區一區清理乾淨 全部清完了沒有 我也甘願 因為我沒有放你 我沒有放過你 但是全部清完的過程中間 如果我遭遇了就限縮了 我們先鞏鞏一樓一樓 每一層樓鞏鞏之後再往上 我們想嘛 他不管怎麼跑 他最後一定會下到地面 然後一定會透過交通工具 取得速度 才能離開 他有什麼交通工具 那你怎麼去阻斷他 取得這種工具 產生速度的可能 所有能逃的通道都要控管 要讓歹徒無處可逃 大範圍的封鎖 一路限縮到龍江街318項內 從早上10點開始 整整7個小時的微捕行動 盡控了美洞公寓 就是找到高天明 最後確認高天明早就溜了 警方在武昌街的槍戰中 擊斃了林春生 但卻讓高天明給跑了 那陳靖興呢 事後了解才知道 原來當天陳靖興 他根本沒有跟著一塊去 他是看到電視新聞轉播 武昌街發生的槍戰 他才知道林春生被警察打死了 他後來想辦法聯絡上了高天明 但這兩個人還能跑去哪呢 原本要打斷偷渡出去的計劃被打斷了 而且到處都是他們的照片的卡地專刊 怎麼逃得過專案小組 附下的天羅帝王 除非換一張臉嗎 而難道高天明就是看到 好萊塢的電影店員 所得到的靈感嗎 在1997年10月23號這一天 他和陳靖興走進了 會在台北市摩斯服務上的 這一家方方方診所 他們要幹嘛 今天下午5點58分 警方接獲一名女清潔工報案指出 這棟位於羅斯浦路一段方診型外科內 發現屍體 警方和監視人員在趕往現場之後 立即盡情封鎖 就是那個時候 防暴防災什麼厲害 那個時候我剛到採訪 台北市摩飲 摩飲在台北市摩飲 聽到一個台北市摩飲 他結果說 像我都打手 起步一些的直播電話 那小隊長一接就 我心想 我一定會有 我心想 整型診所有人遇害 還疑似被開槍 武昌街槍葬才剛落幕 在陳靖興高鐵坪還沒落網 全台風聲鶴唳之際 現在又傳出了診所命案 得趕快到現場確認 究竟發生什麼事 媒體第一時間趕抵現場 觸目所及的畫面 這場景太可怕了 他說我看過最冷酷無情 當年方寶方的命案 三個人每一個人 都眉心中槍 或是心臟中槍 一槍斃命 診所裡包括了醫師方寶方 他的妻子還有一名護理師 通通遇害 三條人民的殺戮現場 第一時間都被記錄了下來 拍完之後 然後就還訪問了大樓 就是去打電話報案的那個清潔工 然後他說都放回來了 以後 剛開始派出了幾年 分疑的事情 打的心意全部來 就開始拉線了 怎麼趕不去 樓都上不去 隨著大批警力陸續趕抵 現場的財政工作逐一完成 也確認了 陳兄的歹徒 就是陳靖興跟高天明 我們拿的那個所有的工具 去請教了整形外科的醫生兄 請問這樣的工具 是做什麼樣的手術 我們當初以為 這變臉 有一個電影不是變臉嗎 醫生的手套上有血跡 加上手術台的燈亮著 照射的位置在頭部 現場遺留沾顯棉球和縫線 警方研判醫生剛動完手術 當時候大街小巷貼滿了 白岸三弦照片的茶器專刊 高天明看的外國電影 變臉動起歪腦筋想要整容 在雜誌分類廣告上找尋目標 本來選定一間中山北路上的診所 但是勘察時狗狂吠 怕打草驚蛇作罷 後來挑上了方整形診所 看準中午有休息時間空檔 兩個人決定趁機進入犯案 兩個人假裝諮詢整形手術 在持槍挾持醫師跟醫師太太 還有護理師 逼迫挺高天明動手術 她是很深的雙眼皮 割開以後 逢而成為單眼皮 就殺了三個人 我想說這也未免實在是太殘忍了 為了整形躲避追棄 這兩個人的槍口下 又多了三條亡魂 更讓人髮指的是 陳建興在滅口前還性侵護理師 她在逃亡期間到處犯下性侵案 登記有案的有19起 被害人年齡最小13 最大的超過60歲 整個大台北地區都陷入了荒荒不安中 三個嫌犯在外面逃窗很久 然後他們相處 然後還在不斷翻案 第二個就是 她時間拉太長了 就是忍心 真是忍心惶惶 你不趕快把她破案結案 會影響到一般老百姓 會替擔心 好 高天明以為 她已經把雙眼皮縫成了單眼皮 應該沒有人會認得了吧 所以1997年11月17號這一天 她就非常放心地 跑到了台北市石牌路巷子裡頭 這一棟公寓的二樓去幹嘛 去解決她的生理需求 那這是一家 長生在民宅公寓裡頭的色情指揮壓 但是高天明沒有想到 就算她變了臉 還是被眼尖的民眾給認出來 立刻報警 大批的警力很快就把 這一棟公寓團團包圍 而困獸之鬥的高天明 最後是舉槍致敬了 所以說白岸三嫌現在只剩下 陳靜心一個人在逃 陳靜心記得 高天明曾經跟她說過 這樣子東躲西藏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原本高天明計劃 要去劫持一輛美國學校的校車 然後把車子開到了淡水的關渡大橋 把美國人當成是談判的籌碼 總而言之 就是要把這個事情鬧成是國際事件 這幾個人才有得救的機會 陳靜心她記住了 所以就在高天明舉將自盡的隔天 1997年11月18號的晚上7點多 她闖進了位在台北市北投區 行一路的這一間南非五官的關底 就在陳靜心控制了當時屋子裡頭 包括了五官卓茂齊在內的五個人之後 她打了幾通電話出去 很快大批的警力趕到了現場 包括電視台的FNG車也到了 立刻展開馬拉松式的連線報導 當時的現場狀況非常的詭急 因為在屋子裡頭不時有槍聲傳出來 陳靜心她的情緒顯然相當激動 而且她已經揚言了 如果警方攻堅進來 她就要開槍打死人質 當時候朋友也跟她說 如果你敢打死任何一個人質 那我就進去把你打死 這句話讓陳靜心當場愣了一下 然後她想了想說 不然你進來跟我談 這是一場直球對決 侯友宇說她沒有選擇 她卸下的槍枝就這樣子 她一個人走進了館底 南非五官卓茂齊的女兒克里斯汀 在館底內悠閒彈奏著鋼琴 突然陳靜心闖入拿槍對準 我在想可能我會死 我會死 我會死 陳靜心一通電話打進北投分局 直接了當嗆瞎說她就是陳靜心 包括南非五官卓茂齊夫妻跟兩個女兒 還有一名即將被卓茂齊的朋友收養的小男嬰 總共五名人質在她手上 晚上八點半鐘的時候 那時候台視新聞有一節新聞快報 那新聞快報正好是我負責是主播 我們同事就匆匆忙忙的卓茂 拿了這個機器設備要去開一個突發的這個現場 我突然間有感覺可能跟白小燕印象有關 大概在我的這快報30秒的時候 我的耳機裡面突然間導播的聲音告訴我說 要延長兩分鐘 那麼下面就是我要自己去發揮 大概講到差不多一分多出頭的時候 導播又在耳機裡面告訴我說 現在更證實了的確是跟陳靜心有關 而且這個地點在南非五官的這個關底 那現在老闆決定要把這個快報時間延長為10分鐘 為了持續更新訊息 新聞攝影同覆控內忙碌著 而關底現場警方動作頻頻 警力一批又一批派到五官關底 陳靜心又犯重案 消息透過耳機傳進主播而立 大概沒有幾分鐘之後 耳機又響了 導播就是說 現在更證實事情很嚴重 警方已經包圍這個現場 所以老闆現在決定 全面後面全部全部通通停播 對 所以現在就是直播一直下去 開這個新聞的現場 整個新聞部是動員起來的 不只是採訪組 連外電他們都進來了 那天在新聞部還在上班的 我想都各自就位 比方說地址條給我 或者透過耳機告訴我 清楚印象記得一件事 當時跟我一塊並肩作戰的 這個夥伴 只是螢光幕上你看不到 導播還有一位主播 李傳惠小姐 李傳惠他在副控裡面協助我 當我們的採訪組 或者其他的新聞部同 有獲得一些訊息的時候 PASS到我副控時 交給了傳惠 傳惠透過耳機 告訴我說什麼樣的訊息 不只台視新聞 所有的國內外媒體 不管是電視台還是報社 通通趕往五官官邁閉現場 陳進行的要求是什麼 我聽說的是他要求到國外去 陳進行指示要找外國記者 就是想把事情鬧大 登上國際新聞 警方當然曉得這事情 千萬要小心再小心 有了五常街的潛力 警方這次不所限管制範圍 擴大再擴大 封鎖線拉大 媒體還是想方設法突破 要搶拍畫面 既然平面靠不過去 那就想辦法找制高點 因為我們就在看 然後我們拿無線電話就看 不斷看警方到哪裡到哪裡 都不斷抱怨我們 都是 你們那警察你拍下拍下 都... 能靠多近 就靠多近 那有人就是 跑到裡面去 去找 那周遭的住屋 借房子 讓我們能夠進他家 躲一個角落 讓我們去拍 甚至有的是 跑到別人家的屋頂 去趴在那邊去守 外場記者拼了命 要把關底發生的 任何風吹草動 透過SNG連線 即時播送 而電視台新聞攝影統領 同步掌握最新實況 在旁邊也是 大家不斷地提供資料給 在這方面 那我在現場就不斷地 提供資料給 這三個先連線 其實電視很多都是 就是請問 就累 而且還沒上廁所 不過也還OK 越沒水喝 可是他們就 不敢喝水 警方一派主張攻堅 但萬一鬧出人面變 國際事件沸騰小課 當時台北市行大大隊長 侯友宜誓逐談判 才剛安撫好陳進心 屋內馬上傳出騷動聲 因為警方狙擊手的 瞄準紅點露線了 萬一快要開槍 厭師 忍你來了 小心點 後來 uard了 哪裡開了 你有人十字架開槍 槍響聲把緊繃的氣氛 拉到最高點 現場頓使打亂 後來開槍 我一開始就不知道 是哪邊開的槍 大概呢 誤急什麼 最主要是怕 玩特勤的一旦开始攻坚 攻坚可能就会 开枪有伤亡 所以 比较让我们受伤 原来是陈进兴 放了手脚 开枪物极着冒起 跟他的女儿梅兰妮 追弃陈进兴 您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于这一个人 以至于在最后您进到官邸 三进三出 跟他谈判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 你有能力 可以稳住这一个人是吗 没有一个人 叫做有能力去稳住谁跟谁 开枪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尤其在联系对党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看准刑跟照顾 杂人的行为是一种 忘我的行为 这就是当警察 不是当嫌检地线打仗的事 你必须要做一个想法 这是你的责任的出来 就算那一天你走了 也是你应进的 知道吗 刚才当下当 陈进兴点名要 您进去跟他谈判的时候 您有选择的余地吗 陈进兴没有点名 他没有点名 大家都误会 那是一个谈判过程当中的冲突 是 冲突里面 你必须要去解决问题 一定要有人进去解决问题 你如果不进去解决问题 难得细啊 大门在枪阵中打坏了开不了 侯友宜打破窗户 单枪匹马进去谈判 他晓得有人受伤 不能再等下去 那这我们两个在对谈嘛 你能造成人怎么 他说要打死他 他说要打死他 要打死他要打死他 我说你要打死他 我说你打死他 你敢打死他 当然我进去又打死你啊 那他怎么回你呢 讲到他的生命 他也要怒着你了 他也会怒 他怎么不会怒 每一个人面对生死 每一个人都是害怕的 不要谁是英雄好害 包括我自己都一个 面对个人的生死都是害怕的 但是你要请责身后死 有的时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你必须要去面对 所以 等我说要打死他 他也吓一跳啊 我一定有把我打死他 你打死了人子 我进去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啊 所以这是一个对解嘛 你也掌握到人性 我必须要 用很威吓 强硬的威吓手段 让他进入 所以他马上回 那怎么办 我说 你要解决问题 你说要怎么办 他会叫医生护士进去 谁敢啊 谁敢进去 进去也没有用 人都受伤那么一种 这就有用吧 所以他会跟你抢毒啊 不然你怎么打死你一百 宣之面对亡命之徒 侯友宜不能硬碰硬 尤其曾进行当下情绪激动 所以你真的没带枪 如果那天带枪我就挂掉了 因为他跟你说声 他说声啊 枪抵着我说声 那天我真的要不要讲信用 我就挂掉了 他不讲信用你就挂掉了 当然 但起码我要先讲信用 做人只有先自己讲信用 别人讲不讲信用我不在乎 别人讲不讲信用我不在乎 在乎是我自己要讲信用 所以你就把枪卸下来 枪卸下来我就继续了 所以他所有人身体受不到枪 他以为我带一把枪 因为我带了一个大哥大 放在口袋 没让我大哥大 因为我带一把枪 他那时候枪就变成我头 要开下去 要射击下去 我说你是在冲枪 大哥打你是不敢的 你这辈子有被人用枪 抵住你的头吗 好多次了 习惯了 陈进行卸下心房 答应侯友宜把两名伤者带出去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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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放开 放开 来来来 来来 好 媒体挤得水泄不通 担架动弹不得影响送医 警方要媒体赶快让出通道 好 给我的妻子和我的小孩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吴关卓冒击被释放了 但是他的老婆 他的小孩还在里头 这场人质危机还没有解除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这状况似乎陷入了僵局 突然间在凌晨12点22分 电视机竟然传出了陈进行的声音 原来陈进行正在接受新闻主播 带众人他的电话访问 带众人在案发20多年之后 第一次的接受媒体的专访 他回忆这是他在主播台上面最漫长的一夜 从晚上的8点多一直到隔天凌晨的3点 带众人说他意识到陈进行 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媒体的罪犯 他提醒自己 千万不能够让对方掌握到对话的主控权 去试图合理化甚至是英雄化自身的所有犯罪行为 而关键就在于带众人不能够让陈进行知道 这是一场现场直播的电话连线 否则整个状况恐怕将会难以控制 温暖过后夜已深记者们紧盯现场风吹草动 突然之间主播代中人跟陈进行电话访问 电视台全程直播 应该是我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揣测当时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打电话进去的 不是 第一个其实打电话进去的是一个外国的通讯媒体 时间他跟对方通向电话 知道里面的人是平安的 他就挂了电话了 他也很快的也发了一个短讯出来 这个flash发出来之后 那么很快的这个就传到我的手上来 出到最新的消息 每个人社发出了一个快讯 说他们拨电话进去 确定五官和管理的人员都很平安 我们随时为你掌握 我当时心里想 他可以联络上 我们应该也可以联络上 所以有默契 我当时可能有表情出来 所以我记得导播告诉我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要跟那边五官官里联络了 那我们一拨了电话进去之后 我想对于一个从事新闻工作人 那么重要的新闻 我们就没有理由轻易的放弃这个电话通讯 所以就尽我的所能 那么持续的通话 我当时电话接的时候 我记得Christine她接了这个电话 所以我就跟她聊我是谁 然后我就问一下她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她告诉我一切都很平安 后来我就跟她想说我想跟那个人对话 因此她就把电话交给那个人 就陈静心来了 所以陈静心她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想她也不知道状况 那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是才是谁谁谁 所以我才会讲说陈静心她认得我 她说我把你 我知道 就这样开始 陈静心知道对方是知名主播 愿意继续聊下去 但要怎么让陈静心缓和紧张情绪 因为我是高雄人 所以我可以讲台语人 我跟陈静心 我称之她竞赏 就是说陈静心 我称她竞赏 我是从头到尾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时间 我跟她是用台语的进行对话的 当中还有包括补语交叉运用 我的目的是让她觉得亲切 我记得那个时候陈静心是抽烟 我还问她说 BOX上面有课问 我说你是抽什么样的项目 她告诉我抽七星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些就是让她能够平静她的心情 跟她比较能够平和这个对话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最基本的 这个自我的要求是 就是我的这个反论 千万不可以处事 就不可以让这个陈静心 在当时因为她的心情起伏 而造成任何的这个危机 违及到人质的安全 那您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逃亡的过程当中 是 陈静 您现在抱着那个小孩子吗 没有 她爬过来我这边 您想念您的小孩吗 想念当然是想念 但是有什么办法 听到小男婴的哭声 带中人主播随即应变 问起陈静心对孩子的思念 或许能让她软化 紧接着试探性询问 陈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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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电话当中 我可以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 您也是一位父亲 您打不打算让这个小孩 以及其他人 能够现在平安地离开呢 当然要有一个保证嘛 什么样的保证 保证说 我冤枉的机子 还有我冤枉的基地啊 还有我的朋友 他们是冤枉的啊 希望能 怎么讲 能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嘛 安抚情绪 让陈静心说出他的诉求 但是带中人主播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千万不能让对方 牵着鼻子走 为所欲为 陈静心他曾经去投书给这个联合报之外 还写给了当时立法人现场题 他同时也跟TVBS跟李涛先生他们联络 陈静心这个罪犯 他是曾经尝试过要跟媒体接触 他也懂得要利用媒体 我的训练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不能够让陈静心站在一个采访的 一个罪犯采访的所谓的高度上 陈静心并不知道 他在接受一个现场的访问 过去一段时间 您逃亡的过程当中 检方在大力的欺负您 您是怎么过日子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啊 东跑西跑啊 然后啊 我们睡觉都 也是一样东睡西睡啊 空屋啊 这样子啊 然后电机房啊 假定我让他知道 他现在就在进行一个现场的访问的话 会让他觉得他掌握到一个机会 这中间我一直没有跟他强调 我们现在是在现场直播对话 所以陈静心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赖府的播出 我想也因为这一点 所以让他没有主控权在 否则的话 坦白讲陈静心在那个时候 会觉得他想要表达什么 会说什么 那就不是我的控制 那就可能会出现失控的这个状况 不能激怒陈静心又要取得信任 带着陈静波冷静沉着 语气平稳 自聚斟酌 当然我问的方式 可能就不像我在主持节目 也许非常犀利 也许会一针见血的方式 我可能用比较缓和的方式 去问了陈静心 他好像用台语跟我说 好啦 我现在都总跟你说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帮 告诉我 说他的枪藏在哪里 或者是哪一个案子 是不是他做的 他做在那个访问当中 他招出来了 你为陈静商人被绑架 陈静商人那个 是吧那个 是 那个是啊 那个是您 那个本来就是我们 但是大家都晓得了 陈静心卸下新房 对案件侃侃而谈 对话内容透过直播 全国民众紧盯着电视 我还记得他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就是 他某些个枪支 他是藏在苗栗的一个山上 当地的那个警察 就立刻起身就去那个现场 去取枪 去找一些那个藏物在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天的那个对话 那时候影响到是 全国除了观众在 全国的不同的角落在听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警方 以及这个记者 他们听到陈静心讲的这个内容 他们也同步在动员 那一夜民众打开电视彻夜守候 同时间观看实况转播的 还有办案的检警 因为检警的人在那个时候 我想包括我在内 可能都认为这是陈静心 最后一次跟外界的通话 所以不知道下一分钟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记得好像有一位检察官 他当时曾经打了电话 到新闻部问我的长官 说他们方不方便 那么请我问问题 所以再把这个问题 交给我们 所以我在那个当中 我才用我的方式 去问这个陈静心 陈静心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您现在本身的身体状况如何 您刚刚这个说 这个有开枪 那么警方是不是有开枪 您有没有受伤现在 没有没有没有 警方没有对您开枪 好像他们没有射进来 没有开枪 所以您现在并没有受伤就射 您现在并没有受伤 我没有受伤 试图从陈静心口中 得知官邸里面最新情况 这关系到检警下一步动作 陈静心这个我想也许我们听听看 您的这个想法也许是最重要 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您先生身上还有多少的武器 方便告诉我们吗 哦 武器哦 是 现在 武器可以讲哦 你告诉我 我看不要讲好了啦 保持保持一点神秘好了啦 好不好 反正我死了你们都晓得了嘛 陈静心口出激进自演 带中人主播立刻转移话题 问问他怎么样才肯放人 只要他们不进攻当然可以啊 您需要怎么样 警方让您相信 然后您愿意释放这个人质 我们可以帮您的忙 时而当检警跟陈静心的沟通窗口 时而劝详 电话连线直播持续通话 应该是从深夜的十二点钟 一路讲到了凌晨的两点半钟 我觉得差不多了 问该问的问完了 所以才把电话给挂上 所以那天从晚上的八点半钟 一路一直到了清晨的零点 两点三十分的时间 就差不多是八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么就一路就播下去了 真也没有想到 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对我而言当然是在我个人的 这个新闻播报生涯当中 我想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夜吧 漫长的那一夜 是台湾许多人的共同回忆 然而当台式结束电话连线后 各家媒体抢着播电话进关底 轮番跟沉静心通话 在我的电话挂了之后 还有其他的媒体 就接着打电话进去 分别问的时候 好像就开始出现了 后来的一些批评的声浪 就觉得不应该再继续问下去 凌晨五点 指挥官侯友宜决定 不能再放任陈静心大放厥词 要求切断电话访问 并建议找来陈静心信任的 板桥地杰署检察官张振兴 电话替他制作笔录 同时间把陈静心的太太 张素贞带来现场 温情劝说 张素贞跟陈静心 夫妻俩谈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有个进展 好 经过了25小时的僵持 等到了天亮之后 陈静心和检察官张振兴 做完的电话笔录 他终于释放了所有的人职 他器械投降 而条件是 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妻子 会得到 司法公平的对待 而在本案三选当中 最后也只有陈静心 他是一个人活着 接受司法的审判 但他真的把事实真相 都说出来吗 而幕后的主使者 究竟是谁 陈静心说 只有林春生知道 但他始终非常神秘 就在他被警察打死之后 就更不可能有人知道了 为了取信陈静心 段小组把电视缆线接回 让陈静心同步收看 检警的记者会内容 强调会重新调查 张素贞跟张志辉的 涉案情况 一分一秒过去 双方持续谈谈沟通 谢长廷答应义务辩护 陈静心要求监委见证下 才陆续放了交枪 直到晚上7点50分 放走最后一个人质 陈静心把枪交给侯友宜 让他上考代出 4月14日发生百小烟案 陈静心逃亡了7个月又5天 终于落幕 陈静心写了一封公开的道歉信 但他是真心的道歉吗 进了看守所之后 据说他开始钻研宗教 但是也有人怀疑 陈静心是真的悔悟吗 陈静心关押在台北刊搜索期间 媒体记者去采访 对警方追捕 陈静心大言不惨 陈静心后来在建议 我在访问他的时候 在那个轻蔑的态度 我到现代海底这样 印在我脑海里 他竟然跟我讲说 那些警察都没什么 竟然每次拦检到他的警察 等他到安全帽盖子一掀开 那个警察看到他就去 叫他惊鬼嘛 那个时候的远警 如果是一对一遇到陈静心 当然会心生恐惧会害怕 把他试问 永和有一次他不是 有一个交通警察跟他遭遇吗 两个人骑摸着 在巷子转弯的时候突然间碰撞 两个人车子倒了 那倒了之后陈静心 他只是把手伸进空袋 坐 好像坐姿要套这样的感觉 那个警察是连回击都不敢 就跑 我说你害人的警察 跟你相对那些要走 你害人的那种 他说走得快 你如果走不快 你开枪就会担心 不过看看这张 陈静心当时画下的自画像 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恐惧 在访谈过程也找了一位 专门写意识治疗的老师 来让他画毒 我印象很深刻 他画头发的时候 就画得密密麻麻了 其实是对家人是非常的关心 也有点表现不安 知道他可能将来会被出使 将来谁来保护他的妻子 他的小孩子 他说 也有啊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也有啊是我幸运的保障 我还记谁呢 谁来注明1999 十六万 陈静心在刑刑在枪决前 买了几样卤菜 还有酒 那陈静心一口也没吃啊 他抽了两根白长兽 而且抽完白长兽的时候 他不像是人家讲说 一整八把他抽完才干燕 可是他抽完两根之后 他是主动跟那个 金属管理人家说 好 可以 来吧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陈静心在每个人生关卡 走错前 都有机会可以刹车 然而 一步错 步步错 最后走向无法挽回的地步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是王美翔 我们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